大家好,摄影课给大家讲相机的实现 然后我们这一刻接着看自定相机 然后自定相机当中有两个重要的功能 一个是闪光灯,一个是摄像头 那这两个在这个图片采集当中经常会点击 用户会点击或者使用 所以对于相机的开发呢 我们必须了解这两个功能和原理 那我们通过代码看一下 今天我们课实习想要讲的两个功能去如何去实现 第一个闪光灯就是利用这个camera 相机camera.parents设置这个flashmodel切换 达到闪光灯不同模式的切换 切换和调用的方法就是通过这个parents当中两个参数 一个是这个flashmodelon,一个flashmodeloff 那好,那我们通过代码先实现一下这个闪光灯 好,首先这个闪光灯也是需要一个按钮吧 好,这个按钮已经设置好了 那我们先把它处理化一下 好,这里mos已经处理化 好,这个处理化既然处理化 那我们就直接在这边设置这个点击事件 setonclink,是吧 setonclink,好 设置,点击事件 那这个点击事件我们单独写一个方法 就比如说叫闪光灯 changeline 我们在这个全局定义一个变量 这个是表示是否打开吧 我们判断一下 如果这个闪光灯再打开着 打开着是怎么样 然后关闭是怎么样 好 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如果打开我们把这个button按钮变一下吧 变一下这个话 显示就比较明确 有个响应吗 然后这个如果打开的话 我们显示的应该是关闭吧 关闭闪光灯 关闭闪光灯 然后是如果说是关闭 我们是不是应该显示是打开闪光光灯 闪光灯 是吧 好 那我们定义的参数刚才说了 是camera点 什么呢 parance吧 parance好 是不是这一块需要去我们 这个camera是不是得从全局这个变量当中去get 是吧 那因为我们上一刻实现相机的开发嘛 所以说这一块从相机当中获取 那这一块 点set parance吧 set flashmodel吧 是不是set flashmodel啊 然后参数是parance.flashmodel 这是什么呢 关闭吧 这是关闭 是不是off 是不是off 那我们同样的 这一块应该给它定义的是什么呢 on吧 好 这个定义好之后 那我们紧接着是把这个参数再给设置上setparance setparance 好 把这个设置好之后 那我们就得把这个给它 把这个设置 然后这个设置 那是open 给变一下状态 是不是啊 需要变一下状态了 好 这就是闪光灯 闪光灯就这样实现 那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是什么呢 第二部分是这个摄像头吧 这就是说相机的硬件信息当中有多个参数 我们通过camera.get这个number of cameras 获取摄像头个数 也就是摄像头个数在设备当中有可能有多个设备 多个摄像头 所以说它是一个立表书组 然后通过这个camera.info.fi 找到对应的这个前后摄像头参数 通过camera打印开对应的摄像头的 然后标记 实现方法就是camera.open 第二个就是 就是表示前置或者后置这样的所在 这个number当中 cant当中的所在下标 通过这样打开一个新的camera 我们来看一下通过代码 我们先在布局当中 再次定义一个叫什么呢 这个按钮是表示的是 表示什么呢 就是摄像头的切换吧 摄像头的切换 摄像头的切换 好 它所在的 这个是它 然后 left 好 我们先把这个处置化一次 在这处置化 一样的处置化是吧 好把它指引文档 然后在这边放到webid一下 把这个定义好之后 那么同样还是给它什么呢 什么点击实践 绑定点击实践吧 绑定好点击实践之后 这时候是我们做的是切换摄像头吧 好 那我们首先你也要定义一个变量 定义一个position position 等于1 默认等于1 它表示就是1 表示 1表示什么 表示是前置摄像头 摄像头 然后0表示 表示后置 后置摄像头 后置摄像头 默认是不是后置的 我们把它弄个0 然后我们这一刻是不是要打开 这一刻打开什么呢 打开 后置 因为默认是前置 默认是后置 是吧 然后你给它默认 打开前置 摄像头 打开前置摄像头 好 默认是打开前置摄像头 好 那我们这个还得一样吧 还是再次定义一个方法 再次定义一个方法 这样 称之什么呢 称之 CAMERA 是吧 称之 CAMERA 刚才给大家说了 这个 CAMERA定义 是不是也通过 NU一个CAMERAINFOR 然后从CAMERAINFOR 去获取这个GETNUMBER 这个CAMERA 参数 那好 那我们首先得需要定义一个CAMERAINFOR吧 CAMERAINFOR NU一个吧 CAMERAINFOR 好 NU一个CAMERAINFOR 这时候是不是定义的是一个CAMERAINFOR 是吧 得到这个NUMBER之后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说通过FOR径环来找吧 找前置摄像头的所在的位置吧 然后I等于0 I小一什么呢 小一是不是CANT 然后I++ 好 找到之后 那我们首先在这需要判断的是什么呢 需要在这边判断的是这个POSITION吧 这个POSITION CAMERAPOSITION是不是等于1 不等于1 那说明就等于的是0吧 是吧 好 不等于1就说明等于0 首先在这个地方我们也需要先设置一个什么呢 先设置一个CAMERAINFOR 就是CAMERAINFOR CAMERAINFOR 这个是CAMERA.GET CAMERAINFOR吧 首先我们这个设置的是这个 把这个 I给设置进去 首先这个I每一次进去都要知道是哪一个 然后CAMERAINFOR设置进去 这样的话相当于把参入先设置进去 然后我们在外面就得到 然后如果说等于1的话 等于1 等于1的话 是不是我们得判断一下 这时候是不是 因为1表示的是后置摄像头吧 后置是不是就是后置变前置 那这个的话就找FORT 我们这位刚才定义这个CAMERAINFOR点什么呢 FAKING FAKING是不是等于这个前置或者后置吧 是等于 是叫CAMERAINFOR点 CAMERA什么呢 是不是前置 这时候应该是后置吧 后置应该是就是BAC 是吧 1嘛 1表示的是什么呢 1表示的是 表示的是前置 前置 如果是这只要是前置的话 那这一块前置的话 我们是不是就得 找着前置啊 如果是前置的话怎么办呢 如果是前置的话 那我们首先第一步给它CAMERAINFOR点 CAMERAINFOR点 是这个小线的CAMERAINFOR点 STOP 预览 CAMERAINFOR点 RELEASE CAMERAINFOR点 等于NOT 就特地放空这个资源 好 特地放空这个资源之后 那我们紧接着 是要CAMERAINFOR点 CAMERAINFOR点 CAMERAINFOR点 OPEN OPEN ially CAMERAINFOR点 STAR AD 开始预览吧 开始与览 集围 开始预览之后 我们一样的还得给设置这个 就是相当于从这一块复制 把这一块 是吧 把这一块复制过来 复制过来 然后 加个truckage 加个truckage 好 我们把这一块全部放在truckage里面 然后 得到这个之后 那我们这个时候是不是要 需要把这个position变下 然后这个复循环结束 那这个position 我们得需要给它改变 这个position position 这时候是不是等于0了 然后 break一下 让这循环结束 那好 那这个if 那这个else里面 也是不一样 但是这一块 我们得需要给它变一下 好 这样的话 那相当于是ok了吧 那这个ok好之后 那我们 把这个参数 也要给它变一下 就是这个参数叫 camera change 我这一块定义了 好 camera change 对对set一个什么呢 set一个文字 那我们再改变一下吧 是吧 我这个给它这里放一个 好 这是 由前置变后置吧 打开 这是前置 这是打开 如果这是 一息的话 表示的是要打开什么呢 打开的是 目前是在后置吧 后置的话 后置的话 这时候应该是back back 这时候 因为 因为这个时候 它默认是在back里面 那这个 这个一块就给它 应该变成foot 因为我们默认的是后置 是吧 这时候应该它就不是 对了 应该是 打开 打开什么呢 打开 前置摄像头 打开前置摄像头 那这一块就是打开后置摄像头了 后置 好 这就ok了 好 那我们在这一块来调用这个方法 好 这就ok了 是不是通过这个方法 那我们来代码运行一下 看一下 好 运行到模仪器上 也就是说 它这个 这一块呢 还是 把这个摄像头啊 还是通过我们 通过打开 不同的这个 camer下标来完成 然后 它的实验方式也就是非常简单 所以这两点 大家只需要 把这个关键方法引用一下就ok了 那好 运行起来了 运行起来了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你安装 好 我们打开拍照 打开闪光灯 这个当然在模仪器上 这个在我这个肯定看不出来 你在手机上你就能拍照的时候就能看到 打开前置 好 这边因为模仪器打不开 所以说 你必须在手机上测试才可以 那好 那我们这个就给大家先演示到这 你再下去 在自己的这个手机上运行一下就应该可以了 那好 这个方式呢 那我们今天这个摄像头和闪光灯目前就实现在这 那好 我们下一刻继续讲 这一刻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